今天收市后,恒指会换马 看看新贵表现如何 蓝筹股换马之后,会增加到64只 新加入的4只是华润啤酒、新澳能源、京东和芒二 跑赢大市的只有新澳能源 还有科技股两只都是跑输恒指 润啤和恒指的表现差不多 我们就讲讲最劲的新澳能源,就是内地燃气股 都算是一些国策扶持的股份 加上自从中研的股价急错之后 燃气股里面,你见到新澳能源是零碰青的 表现远远都跑赢同业 进了蓝筹之后,是否还可以看过一线呢? 我想整个燃气板块,其实未来都可以看过一线 新澳能源入行之前,股价相对来说是较为落后 整个燃气板块也是 因为见到进入了第三季之后 其实欧洲或者美国的燃气价格 其实都是创了几年以来的新高 所以大家担心其实它上游的成本上升 无法转嫁到下游 所以之前的燃气股都已经是走势上是相当之差的 但是现在开始有点改变 除了入行指这个因素之外 其次就见到其实国际的燃气价格都开始回顺了 还有之前其实大家担心它的燃气成本上升 但是这件事就不是那么严重的 因为很多的成本可能就是它上游 就是中石油这些就承担了 所以对于它们的利润来说 影响就未必预期中那么大 再加上进入了明年第一季到第二季到 就是随着上游的价格开始回顺 那下游的价格相对来说是价格稳定的 所以它的利润我相信未来几年都应该是一个平均增长的状态 再加上它本身的估值也都不是贵 那预测2021年的P都是20倍以下 估计我相信这么多只行指新贵 就是四只里面 比较稳定有个上升的潜力或者趋势的 都应该是新流能源的 现在就在150元这些位置上落了 正式进入蓝筹之前的升势似乎就立了 看看进入了之后会怎样 表现差的那两只是科技股来的 今天都是科技股表现比较差 当然就是京东掩蓝之后 看到重磅科技股ATMXJ就齐了 但是你要数重磅的依然都是ATM 占比分别是8% 至于小米就只是轻微增加到2.8%左右 京东说的是1.5% 但是加起来的占比也挺重 ATM主导科技股的格局就没有改变 但是你看到科技股是不断地跌 今天又有一些中海股的消息传出了 如果恒指加入那么多科技股 就是比重越来越高的话 是不是反而对恒指来说是不利呢 本身就觉得是对恒指有利的 因为之前恒指一直跑输美股 就是跑输美股主要指数的原因 就是大家觉得新经济或者科技股的战比太低了 于是恒指在18年开始有一个明显的改革 但是改革之后就发觉现在是科技股 在拖累着恒指的 这个我相信未来半年的格局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除了内地对于新经济的监管越来越严格 再加上现在就有一个中概股退市的一个趋势 或者退市的一个忧虑 尤其是今天就传出滴滴会在美股那边退市 同一时间会在港股上市 现在市场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退市模式 其实就不是说直接在那边profit tax 不是那边消息化 然后回来港股上市 而是等到港股上市了之后 在那边美股就逐步搬回来港股这边trade 如果那边的股份占比低到某个比例的时候 其实它会自动有一个退市的机制 这个大家担心会成为一个例子 例如现在其实有很多是两地上市 香港和美国上市 如果这个成为一个趋势 那美股那些股份逐步搬过来香港的话 以香港现在的资金量 如果不考虑有一个资金的淨流入的话 就未必可以承载到那么大量的科技股 来到香港上市 或者来到香港交易的 所以就摊分起来 就担心整体的行业的股值会有机会拉低 那这个就导致为什么滴滴 传出退市来香港上市 就是本来就应该利利利港股的 但是现在由于这一层的逻辑之后 大家觉得可能未来的港股上市的科技股 股值又会有一个新一轮的售额 所以导致我想科技股短线来说 风险应该都是活着一段时间的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